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是这一支末将的,我也要看一下 末将的C2C2甘笔 那笔盒来讲的话,反正整个包装也是很高级 如果包装换的简单一点,像拉米龙龙骨盒 人在剪点价格,我是不介意 因为这么多包装其实到最后也没什么用 那一样,笔盒都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换包装呢? 因为我希望那一支也是这种包装 那这里想看的可以停一下,看一看 不是奇怪,可能是换包装吗? M2当时还是一个塑料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这支笔是这样子,随便点了一支红色的笔 那笔尖的话就是,反正末将的笔基本上笔尖都通用了 这一点倒是没什么值得去讲 或什么,他笔尖的话,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当然还是一样会试写一下这样子 然后整根笔红色的话拿起来 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出一支C2了 因为曲面型的,就鱼类型有M2 但是直的有M,有C1 然后C1还能装那个上墨器 但这一支到底是怎么弄的 谁可以告诉我一下,是这么一零吗? 对对对,有点紧有点紧 整支笔的话 好像里面,我当这个笔感觉就 里面的笔筋非常厚 这个的话就增加点一个层次感 我觉得可能就增加一个螺纹的层次感 但是有没有什么功能性 这个真的不知道 尺寸上面来讲的话 还真的要把M2拿来看一看 好看好像还是M2好看一点 那笔的话,对 M2这里是直的,这边是取的 差别应该就这个了 其他的还没看得到 看下能不能对换过去 这个值得试一下 这种事情 嗯,貌似不行了 口径都不一样 而且橡胶圈等等大小也不一样 好 那大概是这样 看来比应该就笔尖是笔尖是 这个是Caveco的笔尖了 这个是 呃 呃 配笔尖应该是通用了 但是 呃 总整不是很通用 那整根笔的话 通透感 其实那个 这个地方更长更细 我觉得这个比例会比M2的好看 但这个螺纹我就真的不是不太会欣赏 然后整个的一个尺寸先给 给给你们看一看啊 M2 给你们看看M2 那相对讲它会比M2小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百里金的啊 百里金总是很精致小小的放在这边啊 我日用比反正就是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 尺寸上面来讲的话 哇,让我看一下 呃 尺寸的话 桌子有点乱 那些 OK 好,你们看一看啊 这个位置 我对我 镜头上面对重 刚刚好13厘米 那 尺寸来讲 反正 呃 身子上面跟那个 摩扎M2反正是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其他的 我再看看 哎,这里还有一个 大大的movement的一个字 呃 其他 然后再下来是 应该没有什么了 我觉得可以开始那个 试卸一下 看一下那个 呃 感觉如何 那这个我可能就这边滴上去 然后就这么拧有一点点墨就可以了 基本上 哦 这里 好 OK 可以可以 嗯,技术火这个真的是 好 那你现在看到就滴上去 顺便看看他那个墨 可不可以 看看那个墨 应该 反正现在也不会落幕了 现在 能买一只落幕干笔 除非是老库存笔 我觉得这个几率还高一点 新的笔的这个下限都是 非常高了 这个 好 一样的这个笔去看一看 好 一样书写一下 好 可以了,写完了 那写起来第一个 嗯,就是这 这一支是F肩的 我M2那支是EF肩 推荐的话就是F肩会好一点 因为F肩不会挂子 EF肩真的太挂子了 挂到后面才 所以当时才说想把那个笔肩给换了 F肩暂时来讲出墨的话 反正就是 有点小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我墨上比较少 但是笔肩的话是F肩肯定 肯定绝对是了 因为 呃 整体来讲它的出水也是很正常 反正也是中间偏大一点点 稍微丢丢 呃 比肩的话 粗细的话 呃,反正说我自己看起来还是非常清楚的 另外的一个就是说 呃 出墨的话 它的出墨颜色不是很稳定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写起来的时候很容易有深有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肩开始变粗了 然后墨水的话反正还是那个英雄 呃,是零好像是零零一吧 叫做啊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下来呢 是这样写 讲讲那个书写感受 书写感受 书写感受来讲的话 这一支C2的书写感受 呃 真的不错 比比跟M2的 如果一个M2进化版来讲的话 它的书写感受真的很好 比M2的好 因为这里多那个弧度真的会差很多 主要是这个点就是差这个弧度 其他的这个放在这边的话 架在这边的话 这个弧度影响不大 主要是这个弧度跟这个弧度的皮 还有这呃这个长度 那这个东西毕竟是你摸的地方吗 然后你能摸得住 然后架的话就是其实虎虎这个位置 呃架起来很随意吗 那你这边ok 那这里肯定ok吗 这个唯一能影响就是你的一个配重问题吗 其他就呃都挺满意的 就这个颜色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其他都其他都挺好的 呃而且再多了几个字 相对来讲再比C1再精致一点 就整根笔来讲 呃有些地方做的很精致 但像这些地方的话我觉得有点呃过多的过分的经过过分追求精致了 其他的呃通透感来讲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呃剩下的还有一个就是呃这一块和这块为什么不做一个对称设计 这个也是呃不是不知道是笔尖的问题还是什么了 如果这两边对称我觉得会好很多 还是会可能觉得太长了吧 我觉得然后一个这个倒角也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多了 没有倒角可能平切的我觉得会更好看一点点 好那整根笔的平色大概就这样子了 呃也是一支很不错的笔 那今天就到这里 那下次见 拜拜